大家好歡迎收看理財總動員 讓我們一起投資理財賺大錢 我是阿哲 近期台北股市的表現 可以算是非常的一個疲弱 短短的一個禮拜就下跌了千點之多 不過可以我們可以發現到 在10月7號的時候 台北股市竟然反彈了300多點 難道台北股市接下來有希望能夠直接V轉V起來嗎 除此之外 投資朋友們又有該從哪些族群來進行DG的動作呢 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鄭偉權老師 來到現場幫各位做介紹 不過在此之前 歡迎先幫我們的頻道訂閱 按讚以及開啟小鈴鐺喔 緊接著就馬上來歡迎群哥來到現場幫各位做介紹 我們來歡迎群哥 大家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群哥 就像我剛才講到的嘛 台北股市在昨天一口氣彈了300多點耶 並且其實在日K線上留下了一根蠻長的長紅K啦 那麼群哥你會認為這根紅K是一個指跌回穩的訊號嗎 還是說只能把它視為一個短線上的反彈而已呢 我想最近的政治利空蠻多的啦 那不管是美國的債務的問題 然後大陸的限電 那當然造成這一波又打下來 但是其實 基本上產業是沒有改變的 基本沒有變 基本的產業 產業的成長沒有變嘛 畢竟車店 你看Tesla第三季的交車 還超出預期 但是群哥 其實除了特斯拉以外 不知道好像是其他的大車廠 好像都是成長幅度沒有像Tesla那麼大耶 因為他們缺晶片啊 哦 是 他們是因為缺晶片 所以美國才要要求調查台積電嘛 哦 是是 所以台積電這次也是因為這樣的原因而被受壓抑 是 但是我想其實基本上你說台積電的 劉德英他說嘛 1000億美金的投資可能還不夠 是 那代表什麼 他們不是笨蛋啊 1000億美金是1兆多台幣 沒錯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啦 這邊當然你剛才講的昨天嘛 大盤拉一根腸紅棒 那今天是震盪 今天5月8號 10月8號是震盪 因為廉價之前大家會比較擔心一點 是 但是你如果說以技術面來看 如果說啦 在技術面在下個禮拜這個MACD有機會交叉向上的話 特別畫那個圈圈 MACD如果有機會交叉向上 那有出現了一個多方背離的機會了 哦 就是股價破低有沒有 這一波有跌破前一波的低點 是 對不對 但是呢指標沒有破低 哦 那就是一個比較強烈的一個多方的反轉的訊號 是 技術面是這樣看的 那再來如果說 以籌碼面來看 這外資是賣得很正常 但是最近是投信一直買 是 所以你看到投信任養的股票都很強 沒錯 漢磊那些都很強 對不對 還創高了 那 融券是增加的 融資最近 這 一個多月以來 兩個月的時間 減了大概 460億 是 那我覺得相對的就是比較穩定一點 OK 那 基本上市場的一個 怎麼講 信心不足的情況下 也代表說籌碼有經過有效的清洗 是 那如果下個禮拜有機會持續的一個攻擊 那 加上我說的這個 MACD交叉向上的話 那就漂亮 那麼群哥我想要 針對所謂籌碼面跟你做一些所謂的探討 其實這三四天以來 融資的減肥幅度好像這三四天好像減了一百多億左右而已 那麼這個減肥幅度您認為還足夠了嗎 還是說還覺得還不夠 還需要再籌碼清洗一陣子呢 其實理論上 大家都希望融資減多一點 那低檔打下來最好有爆大量 但是其實很多的股票其實已經 像電子股很多股票已經跌到今年的起漲點 是 譬如說甚至你說大力光已經破底再破底了 今天好像我看一下好像跌破三千塊 是 很慘 那你說大力光未來 對不對 像林恩平昨天法說說的 至少說明年8P有機會有些客戶要用了 那可能也要實時庫藏股了 所以我認為有些的股票已經跌得滿深的 那當然你說那些融資早就已經該走的都走了 都殺得差不多 現在融資比較高的就是在航運的族群 是 那航運的族群我覺得這邊 因為畢竟兩百三跌到 你看陽明長榮兩百三跌到九十幾塊 這個跌幅已經夠大了 那基本上來這邊測一測 我覺得往下殺低的機會也低了 OK 所以你說融資這幾天其實減了一百多億也算多了 也蠻慘的 很多斷頭的 對很多很慘 那麼群哥就像我剛才也提到了 台北股市在昨天展開了一個非常強勁的反彈 而且這個反彈可以說 來的算是又急又猛 所以我相信還有很多投資朋友是 還保持空手的 因為這陣子沒有人敢買股票 一買就套 追強勢股也套 我去低一間那種很便宜的股票 還是在持續給你破底嘛 所以群哥 你有沒有什麼一些比較安全的 比較低位階的一些族群 可以提供給投資朋友來做參考呢 好的 我們看下一張圖表好了 那你說比較安全的 第一個台積電嘛 是 我想做台積電 基本上你說長線的成長性還是在 那你說這幾年的一個 全球的領導的地位還是在 雖然三星今天又說 我三奈米要超車台積電 但是它的良率還是個問題 講很久了啦 對 講很久了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台積電 還是一個非常好一個 中長線比較保守人的投資的選擇 是 畢竟你說像高盛看一千塊嘛 對不對 他們怎麼去估的 他們就說 今年二十二塊嘛 那明年漲價會成長嘛 是 對不對 等到你的高階的製程起來了 那個利潤又更高了 是不是 你的獲利就會增加嘛 那所以 他說預估可能三年後 EPS可能到四十塊 那四十塊的水準 你說台積電好 我們給它二十倍本益比好 也要八百了 對嘛 那如果說你給它三十倍 可能就差不多啦 一千塊啦 那當然我們 外資的報告我們看看就好啦 但是 這台積電成長的態勢是沒有變的啦 那 再來第二個我提的就是鴻海集團嘛 你看最近鴻海集團都在動 是 那如果說你真的 長線 你要做短又要做長 那10月18號 郭台銘的生日嘛 是 對不對 那最近的一個 他的新的一個概念車也要推出來了 那這邊當然市場上可能會有一個 慶祝的行情 是 那再來呢 低檔的車電股 我覺得算是長線一個 還是沒有改變一個爆發成長的族群 是 因為畢竟汽車電子我想 對年輕人來講應該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嘛 沒錯 甚至今天蘋果說我的手機要來控制我的Apple Card 是 那又被綁架了 對 所以基本上你說汽車電子會不會成長 我覺得 還是很大的成長的空間 那麼群哥 我們剛剛其實也談到了所謂的大盤 這邊你剛好又提到台積電的供應鏈 我想我們就先從台積電來開始做說明 因為其實近期啦 台積電也有很多的所謂利空消息 包含像是所謂 您剛剛所提到的嘛 美國政府要求所謂台積電提供相關這些數據資料 甚至市場還傳出 說台積電遭到砍單耶 關於這些利空消息 群哥 您會如何來做解讀呢 這邊會不會是一個利空徹底的好機會呢 好的我們看下一張圖 第一個技術面來看 台積電有跳空缺口 都會回補嘛 我想前陣子我們好像也提到過嘛 對不對 那時候也是外資看壞嘛 沒錯 那時候應該是在500多塊啦 後來漲到630嘛 這次又很可憐又被打下來 那好啦 第一個外資的變現 第二個就是 怎麼講呢 就是美國政府要求他 對不對 提供客戶的資料 但是你想嘛 美國政府為什麼要提供台積電這個客戶的資料 因為台積電太強了嘛 不是 缺汽車晶片 是 你看那個好像通用吧 通用第三季好像少了33%的交車量 美國其實美國最重要的產業就是汽車 OK 你說在傳統的部分 因為它汽車功能很多嘛 每個政客都是要工作權 他就擔心汽車功能失業嘛 是 你看川普也是很擔心汽車業嘛 對不對 那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汽車晶片 但是特斯拉又不一樣 特斯拉因為他的製程 他對晶片的設計比較好 所以他就是要汽車的晶片 但是 你說啦 台積電主要的客戶是誰 Apple Google Facebook AMD 甚至Intel也有 這些 他如果公佈這些資料 那這些客戶會不會跳腳 又是美國公司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可能啊 對不對 你Google 我Apple也會反制啊 對不對 為什麼要把我的資料公佈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不可能啊 那其實 你說真正的做車用晶片 最強 最多的還是在英飛林那些公司 不是台積電 也不是聯電 那是那些公寓的半導體 所以台積電只是說 今年開始把MCU的產能增加而已嘛 那未來它還會擴產 那剛才你提到的說 像那個砍單的部分嘛 是 因為電腦本來就不好了 是 最近電腦不好 那當然這個 那甚至Apple在整個新舊機的交替 新舊機的交替 它也會有調整的動作 舊機種它可能會說 這個晶片它會調整 會下修 但是新機會補上來 那甚至聯發科也是一樣 聯發科 你看它現在也要往新的5G晶片走 沒錯 那你甚至說它那個天機2000啊 未來可能會往台積電的4奈米走 所以這部分 就是舊的部分可能會被抽單 一定會有 但是會有新的人進來 譬如說你看下一張圖好了 對不起 再上去 對 這個四星KY就好了 是 四星KY是台積電相關的子公司嗎 是 它最近很強啊 為什麼那麼強 又長高了 又長高了 前陣子不是那個飛騰的利空 跌死人了 沒錯 現在又長回來了 為什麼 因為高速運算晶片 你看現在Google Facebook 甚至Amazon部分 他們也都開始轉單給台積電 所以你看到 他們要做相關的IP 就是找四星嘛 就是找創意嘛 那你說最高速的晶片好不好 還是很好啊 所以四星跟創意才會先漲 對不對 那四星創意漲 理論上台積電的業績就是好 不可能不好嘛 所以基本上台積電還是會漲 所以我覺得 這邊就是外資變現的一個 怎麼講 籌碼殺完之後 接下來就等他們又去追上去吧 OK 那麼群哥 其實我還是想在針對 台積電近期的一些訂單 跟你做一些深度的探討 因為其實市場上傳出的一個訂單 就是5奈米 7奈米是要被抽單的嘛 那麼話說回來 雖然你已經說啦 未來會有新的訂單補上 那對於今年的營收來講 會不會造成什麼樣實質上的影響呢 其實 它今天還沒公布嘛 應該是盤後公布 裡面上9月會很好啦 但是接下來就等它漲價嘛 其實 這最新的一個報導 Apple每年就新機上市 我剛剛提到嘛 會有調整嘛 所以5奈米簡單不意外嘛 對不對 連發科也會嘛 也會因為需求增減訂單 但是這邊會有其他的業者會補上 譬如說你看到最近的挖礦 對不對 比特幣又創新高 對 中國又打壓 但是其實這個比特幣的挖礦 已經移到俄羅斯了 是 已經移到別的國家了 所以這邊來說你看到板卡長還是不錯 所以這個缺口會被補上 甚至你說未來的3奈米製程 台積電 在3奈米製程它是用FinFay的 它沒有用GAA 是 三星是先用GAA嘛 但是GAA這個良率還要考驗 那它用FinFay會比較說保守一點 但是製程它的良率就好了 所以接下來你要看是3奈米的部分 蘋果也是客戶嘛 Intel也會進來嘛 那聯發科也是一樣 所以基本上外資 其實他們講的當然一部分有道理 但是你要看長的話 這其實台積電還是成長 是 那麼群哥 那我們在介紹完了台積電這邊的 一個所謂相關訂單之後 其實接下來還是想針對台積電 近期的一些近況 來做跟您做一些深入的探討 因為其實台積電的董事長 在前幾天也有說到 三年一千億的一個資本支出 那麼關於這點你會如何來做解讀呢 除此之外其實在10月10號 台積電的法說會過後 其實已經開始有一些法人 開始認為未來台積電的資本支出 未來還有可能持續的提高 關於這點您會認為是一個利多還是利空消息呢 我們看下面好了 那劉德英他不會說謊 是 那一千億美金他說可能還不夠 因為真的去美國設廠就是成本很高 因為人也高 住宿的費用 運輸的費用 是 那些的費用很高 所以他還會增加 當然 你說這麼大的龐大的支出 對台積電來講 當然是個負擔 是 因為你以後要折舊 要團體 對不對 但是他現在就是要漲價 把他毛利率補上來 那未來來說呢 他會就是在整個成熟製程 因為汽車的晶片需求還是很大 是 成熟的製程他會擴產 那部分是毛利率最高的 所以那個利潤率高來補足這個 他這一千億的支出 那其實 講實在話 你花那麼多錢 其實設備商也是賺到 相關的設備商 其實接下來也是 除了台積電以外 還有相關的設備商 對 因為據傳 就是你跟台積電做生意本來就是很難賺 是 我有很多朋友同學在 他們是做設備商的 他們說 你叫他跟台積電做生意這麼好談 他們會砍價的 但是你接到台積電訂單 就代表說你這個廠商有什麼 有這個能力 那當然你說 因為這個成本的提高 也有傳出說台積電可能砍價的力道 會比較小一點 是 對這些供應商來說 我覺得慢慢的 他們的路障的金額就會增加 那也要去持續的做個觀察 OK 原來是這樣 那麼群哥我們再看下一張簡報 我們有發現到 其實除了台積電在持續的擴產以外 其實全球 大部分的很多國家的一些晶圓廠 也都開始在持續的擴產囉 那麼所以這樣子來看的話 對於台積電來說 是不是比較沒有那麼好呢 不是這個 當然啦 你說英特爾也好 三星也好 是 大家都在擴產 中芯也在擴產 Global Fungsi也說嘛 但是到最後還是看誰的一個技術能力 是 就像剛剛我們提到 英特爾也在持續的擴產 對對對 那當然這張圖表是告訴各位說 盛高 他們是做矽晶圓的 就是跟環球晶一樣 是 那他最近也決定砸21億美元 擴增12吋晶圓的生產 是 日本人是很龜毛的 日本人做任何事 做任何投資決策 他們都要想很久 有時候想了三年 結果不做了 是 日本人是很謹慎的 所以 為什麼說你說這幾年 日本人 雖然說他們有很多的 很好的技術 但是 你說手機也賣輸三送 對不對 那甚至 現在又輸大陸 就是這樣 但是 盛高突然說宣佈 他要砸600億的台幣 是 他要擴產 那代表什麼 這麼謹慎的日本人 他敢去擴產 600億台幣 代表他覺得需求真的很高 對 他真的就是看到的需求 真的是還是供不應求 上游的矽晶圓供不應求 那當然下游的 你知道 台積電是下游 當然這部分 增產是有道理的 OK 所以代表說半導體 其實 還是需求 非常的一個急迫 那麼 群哥 我們除了所謂的 投資朋友們可以來關注 所謂半導體 甚至像是 晶圓代工產業以外 其實 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遠一點 如果我們想要 以一個中線 長線的角度 來做投資的話 還沒有什麼族群 是可以提供 投資朋友來做參考的嗎 好的 我想就是 電動車 你看賓士 全力轉向電動車 2030年 是 今天通用也宣布 我到2035年 我要打過Tesla Tesla 現在一年產量 大概今年交車輛90萬輛 但是你想通用 一年是幾百萬輛的大車廠 是 那是非常的可怕 所以 這個電動車的發展 絕對是未來在電子業裡面最大爆發的成長所在 是 所以我們再看下一張 所以你說 為什麼Intel敢去歐洲蓋廠 對不對 我們說的電動車講實在話就是電子花車 因為你現在就是影音娛樂系統也很多 你又可以 語音的控制 又自動的駕駛 那這些要用到什麼 半導體 你說半導體也好 被動元件也好 記憶體也好 PCB也好 這個成長都是很大的 光是半導體 Intel就預估了 過去這個半導體佔傳統車的一個成本 大概4%左右 是 那到了2025年就變成12%了 成長了3倍 到了2030年就變成20% 那將近成長了5倍的成長 是 所以為什麼大家不怕 上游的矽晶圓也要擴產 對不對 那中游的晶圓代工也要擴產 下游的封測也要擴產 就是因為這個成長性太大了 是 對半導體對電子的需求太大 那你到現在還看不到盡頭 我說實在話 因為畢竟 你新的產能 可能要一兩年後才會出來 所以這邊來說 我覺得這個 汽車電子是非常大的成長的藍海 那這邊 有些的股票還沒有漲到 都可以來做個逢低的流逸 OK 原來是這樣 好的 那麼以上就是鄭偉泉老師 今天針對台北 在股市的大盤 包含像是所謂的 半導體 以及電動車產業 來幫各位做介紹 那麼觀眾朋友們 如果對本集節目內容有任何的問題 也可以直接加入 鄭偉泉老師的官方 Telegram 以及LINE AT來做詢問 除此之外 鄭偉泉老師 每天早上都會發佈一些很 很最新的一些產業消息 也都會提供給投資朋友來做參考 觀眾朋友們 一定要趕快來加入 鄭偉泉老師的官方LINE AT 那麼觀眾朋友們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可以幫我們的頻道 訂閱 按讚以及開啟小鈴鐺喔 大家節目內最後也不要忘記囉 觀眾朋友們如果還想要知道 什麼樣子的產業 什麼樣子的個股的話 也可以直接在影片下方 留言告訴我 跟鄭偉泉老師 未來有機會 回來再跟群哥合作 拍一集影片 來幫各位做介紹 那麼這一集 理財總動員就先告一個段落囉 觀眾朋友們 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掰掰